今天分享过超级正的排骨煲仔饭 真的吃了几十年都没吃饭 排骨嫩滑多汁 饭吸收了排骨的精华汁水和油份 软熟得来又粒粒香 啵啵脆的饭椒也不要放过 今天这个做法不怕焦底 又有金黄酥脆的饭椒 米最好选丝苗米 比较细长油质又丰富 煮出来的饭特别柔软香口 做煲仔饭要提前浸米 将米洗净后浸1小时 趁浸米我们处理一下排骨 今天欣平的朋友 特意带了两条当地生猪的排骨给我 色水都挺漂亮 肥瘦就适中 口感特别爽滑 用来做排骨煲仔饭就一扭 斩小一点就容易熟 浸出血水之后开始调味 具体配比体屏幕 加多些生粉和油可以锁住肉汁 蘸少少广东米酒就更加香 拌过人之后腌十分钟就可以 再用生抽少少白砂糖和麻油 调回鼻仔酱汁 浸过的米容易熟又多水分 水加到刚刚浸过的米就可以了 先开大火煲1分钟 将米的水分收干 1分钟后开盖用筷子插几个洞 再将叶好排骨铺上去 调成中小火焗13分钟 上饭照顶沿着煲盖 最后一圈花生油 有空再不断转转煲 这样热力就不会只集中煲底 快熟均匀也不会焦 再淋一圈预调好的秘制酱汁 灑一炸迷人的葱花就大功高兴 煲仔饭真的比蒸饭香好多 每次闻到这种焦香味道都食欲大增 薄薄脆又甘香 将饭拌均匀就OK了 我一道小女都很喜欢吃煲仔饭 饭粒粒分明又香口 排骨入味又嫩滑多汁 喜欢吃排骨煲仔饭就试试 我是小米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